READY TO RIDE 瓜瓜解说,你听我说 好,今天来看一下天秀碑 欧皇跟弗莱之间的对抗 这场欧皇出生在了左下角 黄色的亡灵 对面蓝色的兽徒是弗莱 地图是LR 这张图亡灵优势图 但是这张图剑圣 我们能看到弗莱也是用剑圣的 这个开局 这个农民后面又点了 我们就放不下墨广 如果他不多点一个龙民的话 那就是先知了 剑圣党这张图 其实啊 很看脸 开局先打个头魂 再买个头魂 然后过来干亡灵的DK DK就很头疼了 也就是说开局打一个手套 防三再买个头魂再过去 战斗力也算是打折扣 所以很看脸 也包括后面的很多的道具 明六 对不对 吸血 凤凰面具 加十二爪 对不对 这边 头发爪子 头发爪子 明三 全部都是 剑圣党能掉好宝物的地方 这张图的点位 对于 就这种比较吃道具的种族来说 像兽族跟亡灵 这两个族就很喜欢吃 多点道具 对于 这种永久宝物的依赖性也非常强 所以像剑圣党的英雄 只要运气够好 很容易达到这种 不讲道理的局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运气怎么样 欧皇竟然是先练牧师 他也是通过师孙侦察到了 本来 这个开局的 剑圣啊 这个师孙 哇 这个师孙要立功 你没有东西能处理他 他卡在这个位置 打不到他 对不对 这边欧皇跟弗兰兮是对练的局 哇 这练机线路有一点夭 其实 欧皇要侦察到了吗 往里面缩一下 好像要看到了 能看到吗 好像没看到啊 哇 这个练机线路很夭 非常夭 欧皇其实不敢轻易出门 他害怕 剑圣 配大技绕过来练自己家的分框 或者练自己家门口的 333 对吧 一个剑圣就能把333给偷掉了 所以 欧皇的DK不敢轻易的过半场 他得优先先保住自己的点 Fly这个练机 是完全没有被欧皇抓住 欧皇侦察了这个点 这里的533 这里的533 侦察了三个533 唯独是没有侦察到这个533 锤了 那这边我们能看到 Happy科技猪野转出来 开始练家门口的小点 这个局受服 太舒服了 这边是妥妥的三级打两级 对于Happy来说 家门口能练的点 下一个是这个绿点 变迹效率太慢了 这样 能补搭 好 没补搭 能来得及C3机怪吗 欧皇 跳皮 哦呦 差一点 呃 这一刀差一点 砍出来 最终还是让欧皇来到了经验值 那还好 如果这个C3机怪没来到经验的话 这边Fly回去 对吧 再收个绿点 建设就当C3机了 那现在双方一刀等级就差不太多 即使在前期啊 不能小看任何一个怪的经验值 有些时候对面就比你多了 一两个怪 陷到三级 那后面你的英雄啊 他这种两级DK 就两个蜘蛛 你很难赶走三级DK 你念不了极了就 这边Fly打的异常的头 抽蓝棒 缺钱可以卖 不缺钱现在可以留着 他能抽65点魔法 很厉害 最早的时候是抽50点魔法 然后后面改成60点 现在65点 诶 杰森杰森 杰森 啊 七八 打击 哦 哦 差一点呐 刚才杰森杰森 第一时间过去C的话 是138点血 是能C死的 两级C打英雄是140点血 回来转 练口转得好早 这边大技也是要被骷髅 给看到了吗 欧皇的细节还是够好 他有意识地在找对面的大技 练口转得围攻 IP这版宝物真的有点缩啊 两个防散 换下还不错 现在换下作为一个支撒手段 那是很好 用便直接去掉 打蜘蛛 可能要交回尘 一个蜘蛛要不就不交回尘了吧 一个蜘蛛就别交回尘了 拖时间 卡位 自己的二人一丑还没出来 担补 哎呦 这就是欧皇吗 还比这种选手 他跟罗里特是我最最最最最最讨厌的两 两位选手 这个讨厌说的是技术层面 他们是两种极端 欧皇是操作的极端 这个兄弟 你不管是他包括前期的狗流打先知 对不对 围杀欲望 还围杀的一个功底非常强 中期的反捕 后期的秒英雄 围杀的拉扯阵型的控制 真的是太离谱了 打起来很恶心 观众看起来很爽 我解说起来也很爽 但是打起来自己给他打 很恶心 然后罗里特的话之前也有跟大家说过 这位选手就是 恶心人的天花板 他没事就养别人猪 然后偷BP啊 或者偷矿啊 或者什么玩一些各种恶心别人的战术 前段时间我刚跟他打了一场 当时TM图 他用了他已经收音的那个打法 就是单恶魔练手 练武 然后打一波弹到六级 我看都没看 直接跑进来让他恶心我 有机会给大家做一下那场的比赛吧 这什么东西 这健身怎么回事 兄弟们 已经有点离谱了 这健身已经有点离谱了 这什么东西 已经 已经 有点过分了现在 有点过分了 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 这个小Y给健身练的敏捷加9 那现在对于健身来说 有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反应 你到底把哪个装备给小Y了 兄弟们 如果是你们的话 这身装备 你把什么装备给小Y 好 先卡 一条狗 你可以有大水瓶的 就别打英雄了 这波团 其实 照理说这波团 兽足不应该打 大力头还没好 三雄也没出来 而王力已经有球 有三雄了 但是啊 前面说的 Ai装复打到一身神装 是可以不讲道理的 只是你现在神装 还没换个阶身 虽然说 现在阶身的装备 已经非常好了 已经算是小神装了 但是大神装 还没换过去了 头环 跟 敏三就没换了 对不对 好 手上卖了 那敏三还是要换过去 对玩家的部队 正遭到攻击 杀猪刀啊 其实现在健身 应该去结盒子 但那是普通的健身 像这种高 高富帅健身 就别结盒子了 好好的发育自己 你练四级 比结王的一两盒子 要重要的多的多 骷髅叔 没什么暖用 看欧皇能不能 还有一些 历天的宝物吧 暴雨光环 这个局 还不错吧 实在说 把他打的好猛啊 六头人了 电球很早的 就已经有了 刘哥出了 却比较慢 优先是想打第一波团 当时 在外面接了一波团 很早的买了电球 其实 很大程度上 也是觉得自己装备够好 能打这波团 其实最后 也没有赚到 反而是浪费了 刘头人的剑造时间 导致 现在刘哥的 炼击效率 要慢一丢丢 小外让经验值 让给剑圣 和刘头人 两个人吃就行了 现在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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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your problem 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真是流气啊 兄弟啊 这游戏就应该这么玩 被逼咚了 这一波团不好接 位置太差了 不是吧 打谁 打DK 雷托尔学队是踩地板 但是被沉没了才不了 一道跳皮 225 而且我们能看到 剑圣在被冰打减速的时候 攻击速度一样很快 他在减速状态 攻击速度还是快 绿子的快 小白小鞋有加速的问题 不是很难这边的挖兽租 部队值得很多 想砍英雄 导致自己冰死光了 现在又开始杀冰 原来这边的选择出现了 非常大的问题 对面有无敌有大雪 为什么要打英雄呢 可能是觉得杀冰是杀不出一条雪路的 但是对面的装备真的太足了 剑圣 剑圣快走 你就躺上死了 撤队啊 死干净了 天哪 这波团打完 嗯 转了白流 白流转了有些早啊 对面是 这种飘很多毁灭的打法 并不打算出巫妖 这个白流其实转早了 一般出白流是为了防止对手 击杀英雄 或者说 呃 对面出了旅遥 就是能给自己的建设上 这个 诅咒 但现在这种局 白流是 纯纯的占人口的废人口 没有任何的暖用 给对面毁灭送魔的 看到三个毁灭 其实可以考虑取消白流了 也没取消 想要去抢吗 有粉的 无敌可能要被打出来 还好DK没有魔法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小Y接着练级 小Y吃记验值 不太合适 讲道理 他真的不配吃了 他一点经验值了 让记验证单吃都可以 记验证单吃完这波经验值 再吃这里的经验值 其实就接近五级了 这盘对于 反正来说 有可能他的问题 刘哥的等级 被小黑理性太多了 接着接着去侦查 他这盒子呢 失误了吗 压五十人口 所以一直没出这个盒子 有一个吹风 哇 这吹风厉害了 本来要接这波团 五十打五十 这波团不太优势 而且 优势还不小 他连 他连欧皇的盒子 怎么 诶 两秒小玩 上个灵魂链往后一拉 这里剑圣 在 弹毁灭 猎头 在被托 这边波抬一手 有吹风 吹风 让立功感觉 又是一个灵魂链 又切掉了一只毁灭 但灵魂链被第三只毁灭给秒吸 这里能顺利切掉两个毁灭 很大的原因也是在于 亡灵没合的 DK的魔法真的太少了 也没蓝品 追过团 欧皇要打亏啊 要不再抬一手 有加速吗 我就突然到三级了 一路撤到三级 妙 哇 一刀调皮 240 刺激的剑圣 卡威 卡威漂亮 哇 又是一个调皮 240 变调 第一刀出了进化 英雄 的进化概率 是15% 我记得 砍兵是30% 本来砍兵是35% 然后削了5% 刚才那刀不出进化 DK必死的 刘头人已经有三级了 剑圣砍个三刀 然后刘头人踩一脚踩地板 必死 这边Fly要密尼基地开矿 这个局就不知道怎么输 哇 这个剑圣好厉害呀 再买个无敌 要5级了 这根矿似乎 欧皇要冲 你不冲 你不冲不行 你不冲 让兽族踩一会儿 他不到60人口 你就冲不动了 现在人口 王林还 领心一丢丢 还有冲刺一波的机会 而且上一波团 换光了 欧皇的毁灭 5级了 5级了 下一波团 白流 对于小白的保护 还是能起到作用 这个白流唯一的作用是保护小白 而不是保护刘托人跟剑圣 因为毁灭想吸前排单位还是比较简单的 小白的话团战往后一拉 本来这个英雄的走位啊 就是靠后的 往后一拉 上个灵魂链 你肯定是 一点想击杀他的欲望都没有 我们能看到 Fly是把这无敌换个的小白 非常的稳啊 这一场Fly也很清楚 只要小白不死 刘托人 你秒 你就秒吧 你秒我就放了 我就放治疗波 我建设换个目的给刘托人 只要小白不死 就得隐 稳住 背靠一根剑塔 还有商店 小进化一颗 美滋滋 要不要再造一根塔 877的墓 再造一根塔 可以考虑一下 对不对 接着结合的 要开无敌吗 别开无敌啊 这个时候无敌 真的是太关键了 换这个盒子 虽然说价格上是你赚的 但是战略意义上 血亏 背抗商店还可以买 买雪瓶 刘托人买两个雪瓶 干他呀的 刘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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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小歪小歪 无敌开出来 可雪瓶吧 别省钱 你双框了 还省 买了雪瓶 啊 讲到你雪瓶吃了 应该也赢了呀 这 刚才 那那那轮 什么啊 刚才那轮 技能放完以后 亡灵英雄 已经没有魔法了 已经没有魔法了 肯定是到头了 小歪只要不死 放两发治疗波 肯定顶住就赢了 这一波 应该说 欧皇 欧皇打的决心是真的好啊 真的有决心啊 非常的果敢 上次就对了你英雄一顿顿 看你小白跟剑胜有无敌 就算你背靠商店 第一时间依旧 直接NCA沉默 甩着刘哥 当时 刘哥磕了血皮以后 小白是没有换无敌给刘托人 刘托人是选择往后跑 想扣一个无敌 但是其实背靠商店 可以考虑换无敌给里头人 小歪再买本回程 对不对 不怕被秒英雄的 根本就秒不掉啊 但只能说 不来贪了 太贪了 这贪出事了呀 结果三个英雄 一个接一个 全部阵亡 一树倒下 天呐 我们看欧皇的装备啊 欧皇装备 也真的很挫 这装备 竟然团战干死了 这手 这身装备的剑身 太难以想象了 而且 HAPPY做了一个细节 重修了DK 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死巫妖 死小黑都不可能被翻牌 只要DK不死啊 又尾赢了 NC 这DK是重修了一个吃啊 就保证自己不死 欧皇的就不是很贪啊 像回来又比较贪 贪出事儿的 腿了呀 兄弟 这牌 说得好可惜 小白雪平 现在吃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本来第一次失误 死留头人 没关系 还是要赢 但第二次小歪的输 就太严重了 好 我来打出机器 离开这游戏 咱们 我们恭喜HAPPY完成了 逆天大翻牌 有一说一啊 这种比赛看起来挺带劲的 前段时间的比赛 其实没有那么精彩 最近又有点东西了 果然啊 还是得看这些比较高猛的选手之间 火拼才有意思 好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兄弟们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